如果沒到 你就寒生自己是在呆人 我這樣沒意義 就是要訪問其他人要請看 阿問題是你就是沒計較人要請看 沒計較就一定要計較 你不是說不一定 就是只有一些現實 你不是說現實關話有意義 現實關話要問他計較 不然就要再想說 有辦法落伏就是你要靠補充 你都直接親手出去 就是或是 轉焦 轉焦 如果真的沒辦法可以 我可以聽 只要來就很難 可是他們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會進步 其他特別是 所以你們家裡教會其實沒有很 我會見面 所以還是沒事 見面 我不知道你們沒有什麼想說 這位都靠你爸 而且不只靠我方 靠我爸還有他的教會 他們的教會 好 同學來上課上課啦 醒過來 聽課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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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要不要做體操 確定不要嗎 那請把睡覺的同學 稍微清醒他一下 清醒他一下 你清了他一定醒過來 好 好來我們繼續講 這個禮拜講的家庭 家庭 家庭 社會化 社會化 社會化是什麼 社會化是什麼 就把你變成社會要你的那個樣子 所以社會化你們變成學生 就是把你變成學生有學生的樣子 老師有老師的樣子 然後呢 男人有男人的樣子 女生有女生的樣子 這個叫做社會化 社會期待你變成那個樣子 雖然說不是每個人都會變成那個樣子 那我們人一出生 一出生 有沒有可能在真空中長大 真空中長大 有沒有可能 在保溫鄉大到18歲 不可能嘛對不對 好 所以呢 經濟學 假設人 是獨立自主的 都不需要學習的過程 然後呢 自己又選擇了權利 那個都假的 因為人不是真空中長大的 人是在社會 在家庭 有跟人互動的環境長大的 所以 我們是怎麼長大成人的 透過社會化 社會化這個概念 也就是說 我們從出生到你現在這個樣子 絕對不是你自己天生就會變成這個樣子的 有人說你天生的就是比較 比較聰明 有人天生就比較 活潑 有人天生就比較 古返 有人天生就比較 古返 有人天生就比較 賢慧 有人天生就比較 沒有那個東西 沒有那個東西 最近不是有一個 日本的故事嗎 日本的小孩子 他出生以後 兩個人相隔13分鐘 結果呢 被抱錯了 對 兩個小孩子被抱錯了 一個是非常窮 非常窮人家的小孩子 一個是非常非常有錢的小孩子 結果 窮人家小孩子去到富人家長大 富人家的小孩子到窮人家這邊 你覺得他們命運會怎樣 為什麼會不同 對 什麼環境讓他不同 一個很有錢 一個很沒錢 對不對 所以這跟出生的資質有關嗎 完全沒關 是不是 幾乎沒關 我們只要想說 有人天生就是真的比較聰明 習慣 為什麼這兩個 就差那麼多 非常有錢的那個小孩子人家 去了這個窮人家之後 他只念在國中畢業 國中畢業以後就去開卡車 然後那個窮人家的小孩子去到富人家之後呢 念到大學畢業 很好的大學畢業之後 現在還是某個公司的董事長 這個是最好的例證 沒有什麼天生的 沒有什麼自然的 都是人為的 對不對 看他這兩個小孩子就知道 人為有影響多大 所以我們去學習 我們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透過很多方式 我們透過 語言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講中文 跟假如你現在都講英文 就會非常不一樣 思考方式會不太一樣 中文是一個非常沒有邏輯 跟 不是沒有邏輯 中文真的是一個很 很不精確的語言 只能說很不精確 不精確 而不是沒有邏輯 是不精確 好 那只要你認真看看英文寫作 跟中文寫作就發現 中文很多很多很多的罪字 很多罪字 好但是不代表這個語言 無效的 好另外 外表 外表就是說你出身的外表 就是 是學習來的 聽得懂意思嗎 像老師長那麼帥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天生的 對不對 是後天學習來的 為什麼我們都說 後天學習來的 叫什麼 真正型 真正型 是沒有前整型 第一個是審美觀 第二個就是 我們常常講說 這個人的氣質 氣質 氣質那是天生的嗎 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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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來告訴我 天生的 你覺得老師 天生氣質是什麼 什麼 你說什麼 見 老師天生氣質是什麼 什麼 出身氣息 好 還有呢 搞研究 辛花怒放 還有呢 來 老師天生的氣質是什麼 天生的氣質是什麼 大天眼 蛤 什麼 什麼氣質 怪怪的 有沒有 你不是說天生的嗎 天生你看我現在 你找不出我的氣質嗎 有點怎樣 陰柔好痕 今天穿粉紅色的 穿粉紅的 還有呢 欸 還有呢 氣質他有什麼 天生的 天生你應該看得出來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 只要老半天 告訴你我弟弟 我弟弟他也是天生的 那樣子嗎 我們是同樣一個家庭長大的 可是 他就是 念高職畢業 後來就說 歐秀的 欸你覺得他也是天生的嗎 八方外表 比如像走路 男生走路跟女生走路 都不一樣 差不多 來 都差不多的 差不多那給我出來走走看 來 你給我走男生的路給我看看 他是男的 他是男的 好 你看吧 男女走路的方式不太一樣 對不對 講話方式會不會不一樣 很不一樣啊 比如像我在那個日文 日文裡面 他男生跟女生講的那個 腔調是很不一樣 我們聽那個廣播 聽電視的那個廣告 男生跟女生講的會不會一樣 不一樣嗎 你是天生的嗎 你看那小孩子 五六歲的小孩子 他講話會不一樣嗎 他不會裝的 裝得很可愛的樣子 不會這樣子的 外表也是學習來的 另外就是 我們的習性 也是學習來的 習性 比如像說 我去越南 他們吃飯的時候 怎麼吃 他那個越南太太說 他剛來台灣的時候 也是習慣這樣子吃飯 可是後來 就常常被他打給打瓜罵 打給打瓜 就是他光光伯伯 他們怎麼吃飯 他說 一拉到晚 第一個蹲下來 開始吃 這樣子吃飯 因為在越南 是習地兒做的 雖然是習慣性的 就有了椅子 他一樣是坐在 這樣子坐著吃飯 這種習性 從小到大養成的 不會是天生的 還有像 我們的行為 我們都說台灣學生 在教室裡面 就得了自閉症 半句話都不肯講 可是在國外的大學 我看到學生就會 哇老師老師老師 我要講話我要講 一直講一直講 不敢講他會對你生氣 所以 我們這些都是 學習來的 沒有 所謂天生的東西 沒有天生的東西 包括語言 語言也不是 語言也不是天生 你就會了 你去聽那個小孩子 大概五六歲 講的那個 整個中文 就是那支離破碎的 他只是在表達 但是他沒有辦法 照一個完整的句子 那些都是學習來的 那 有沒有聽過藍童 藍童 叫什麼 母親 藍童 藍童是在哪裡發現的 難道你 因為他會在那個 華大衛秀裡面發現嗎 泰國 我在印度 在印度發現的 他跟小孩子有什麼差別 他大概 大概被 大概發現的時候 大概是四五歲 還是七八歲 忘記了 那個時候 七八歲 七八歲 我們小孩子是已經會爬會跳的 對 可是他完全不會 他只是爬而已 他沒有辦法支離 什麼 他會這樣 對 還會藍豪 還會藍豪 對 還會藍豪 然後吃東西 他沒有辦法運用那個手 像我們這樣手的去運用 所以意思是什麼 即使是同樣的生物 所謂的人 在沒有 沒有人的環境底下長大 很多人類的行為 他也不會 知道意思嗎 我們所有的行為 不是自然就會的 你看看狼童對比就知道了 假如自然就會 他也會站立啊 對不對 他也會用手拿東西啊 可是他都不會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我們人 只有在人類的環境中長大 你才能夠去學到 我們覺得很自然會的東西 比如像講話 眨眼睛 那個表情有哭笑 這些東西 好 那還有 有哪裏是娘嗎 是嗎 嗯 來我們看看這個例子 有哪裏是 來自然會 走路 我覺得 106 Now here are 106's 2 mudders As you can see, it was weaned on a wire mudder Here's baby 106 Watch He's going to the wire mother It's got to eat the little 左边那是有奶的 右边没奶 但是我们没有准备 我们不准备 我们不准备 除了所有的同时 军特 军特 如果使用红帽和帽子 是值得保持 任何孩子 会去帽子 来自帽子 但是,是这个真的爱? 那么,什么意思是说, 一件事我们说是说, 一件事我们说是, 一件事我们说是, 现在, Mr. Collingwood, 你不说, 那你害怕了孩子, 那他跑到他的肩膀, 那他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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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温柔的事业, 这就是我们用的工具。 就像猴子的事业。 那看起来是, 那是, 那就是, 那是, 那是, 就像猴子的温柔, 那些人们的自然和他温柔的。 那小猴子的温柔, 那谁也温柔的温柔呢? 那小猴子的吓到了, 那是, 那小猴子的吓到了, 那我们来温柔的温柔的温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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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看那个小猴子 他觉得说有给他吃奶就好了吗? 不是 他需要这种身体的接触 跟他的那个 跟他的一种 那个 抱在一起的那种亲密感 是那个东西让他觉得有安全感 而不是说你喂他吃他就可以的 所以 这要讲的一句话就是说 我们人类假如是缺乏这个社会化的过程的话 你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开展出来的 甚至连最基本的动作 基本的我们觉得人类的那种动作 你都没有办法去做 那社会化就是一个关键 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自己必须去融入那个角色 那理解这个角色跟其他人的关系 所以你们现在会变成说 知道说现在是老师跟学生这种角色关系 或者是说你知道说 你现在是男生女生这种角色关系 都是学习来的 都是学习来的 不是天生你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其实 所以既然是人为的 既然是学习来的 每个国家 每个社会都会不一样 所以比如像说我们看到的在 物农族的 在达物族的 或者是在汉人社会 他的社会化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最近才刚刚在网络上看到那个 那个 Mavivo Mavivo他讲的 他说我们原住民 或是我们达物族 最喜欢讲的话就是 我不了解你的明白了 听到懂什么意思吗 我不了解你的明白了 这句话有没有意义 汉字 汉字有没有意义 什么意思 我不了解你的明白了 那就我不了解你就好了 为什么我不了解你的明白了 什么 你不了解我 那我就讲你不了解我就好了 我不了解你的明白了 句话 我也不知道 可能他说这句话是原住民里面 很常用的一个句子 意思就是说 没关系 我们立场不一样 没关系 我们立场不一样 没关系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就这样子 所以我不了解你的明白了 这个你的断句 我不了解你的 明白了 也跟这样断 那他就整句子 好 所以每个社会都不一样 那请问一下 美国跟台湾教导方 是会不会不一样 会来来 我问一下Chris Chris 哪里不一样 来来来来 第一个 Question 1 你的mother 你父啊 你娘 会不会打你 不会打你 好 很好 会不会打骂小孩 你爸爸 你爸爸 你爸爸是 是美国人 你爸爸会不会打骂你 不会 有没有骂过 他打过你 他就打我一次 他就打我一次 他就没有效 哈哈 发现没有效 就不再打了 哈哈 同学 你从小到大 有被爸爸妈妈 体罚过的举手 体罚过了 哇 通通有 只有一次的举手 只有一次的举手 啊 这一个 两个 这一次而已 那什么情况是这样 对吧 就不听话 不听话 我当然知道不听话 你看你上个就知道 好 哈哈 不听话什么情况 算不听话 他这回会气到 就是 就是在玩 然后玩太久 然后我爸要带我回去 然后我 不肯回家 对 这样子 那只有那一次而已 对 回去贵算盘 哈哈 贵算盘 那个女同学你呢 很小的时候 就 他打 第一次发现打得太重 右不再打 也再不能打 因为是用想巴掌一次 哇 啊这个刚才还有另外一个同学 小时候 小时候几岁 然后是什么处罚 暂时打 还是暂时打 还是贵算盘 蛤 就像棍子抽 好 OK 所以 上次问我们当麦同学 他们从小到没有被打过 可是 刚才一看全班都被打过 蛤 什么 蛤 啊 哈哈哈 这边有一个例外的 但是大部分 大部分 所以这是我们的文化里面 似乎对于 教育小孩子 第二个问题 嗯 美国妈妈 会不会 会不会把你送去高中念书 有些会 为什么会 欸 情况 什么情况之下会 就是 比较远 住的比较远 住的比较远 所以住的比较远就要开车 那没办法 美国美国是一个 只要是你住在乡下地区 就很远的地方 就要开车 台湾 你爸爸妈妈有开车在过 没有开车在过 你上下学的举手 一个 两个 只有两个 三个 来 后面的女同学 对 我现在没有车 你现在没有车 啊怎么上学 我上学 骑脚踏车 你自己骑脚踏车 好 另外的女同学 我现在没有车 啊怎么上学 走路 走路 那你高中三年 就住在家隔壁 高中在坐公车 高中坐公车 好 ok 这大部分还是有 爸爸妈妈在里面上过学 对不对 那上次问那个丹麦学生 没有人 会被妈妈接送上中小学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很丢脸 好 你这么大拿去那个 好 第三个 美国妈妈会不会嫁小孩子 在这做作业 会不会 好 你爸爸妈妈来台湾同学 你爸爸妈妈 从没有跟你讲过课业的举手 从没有讲过课业的一个 两个 好 所以你妈妈 就是说你功课怎么样 她都不管 那你考几分她也不管 然后你什么时候 有做作业没做作业都不管 啊你不是要写什么联络簿吗 蛤 是快要写 啊他这个不要签 签那个联络簿吗 所以快要 他闭上眼就快要签了 那是写什么 看一下 然后问一下 问一下情况 嗯 啊后面同学你呢 没有 都我帮她签了 都她 因为她每十天 你说你妈妈 都你妈妈签 没有我帮她签 哦你帮她签 你妈妈 你妈妈都不知道你在干嘛 她叫我帮她签 她就把她签 啊所以她反正不管你怎样 好 可是大部分还是会关心一下 你考大学联考的时候 考大学考试 要填事业的时候 没有跟家人商量的举手 没有跟家人商量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八个同学 来 你没有跟家人商量 爸爸妈妈 有的都不管 他会不会问 但是他不会跟他讲 我第一次过生意见 对 他有问你 好 填事业的时候 爸爸妈妈没有问你的举手 一个 两个 三个四个 好那后面你同学 你爸妈都不知道你要听什么 就是你觉得你的 爸爸妈都不知道 就是我送出去才知道 你送出去才知道 你不小心上了中山大学了 是这样子吗 就是按送出去之后 他会有票 好 很好 那你的爸爸妈妈也是吗 去文化 文化之后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 那才发现你在金门怎么办 那去去吧 好 所以大部分爸爸妈妈还是会 关心小孩子作业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虎 台湾那个 中国虎妈这么出名 在美国 所以 你爸爸妈妈有强烈建议 你念哪些科系的举手 有强烈建议的 你自己觉得有强烈就好了 你自己觉得有强烈就好了 OK 好这位女同学 你爸爸妈妈常念建议你念什么 商管 商管 那后来你念了什么 哈哈哈哈 你是因为他的原因吗 原来部分是 好 隔壁的呢 人为 强烈建议你念什么 法证 法证 希望你像马英九 哈哈 好 啊后来呢 后来 你考上什么系 就跑去文学院 然后又转转生 好 文学院又跑去 好 文学院的这里 爸爸妈妈有没有 觉得 伤心落泪 好 OK 所以台湾爸妈很关心你的 那美国呢 Chris你呢 你念什么系 爸爸妈妈 就是说 你只要喜欢的就好 都是这么讲 好 大麦学生也是这么说 他爸爸妈妈说 你念这个很好 你那个也不错 很好 你喜欢就好 从不顾问他说 你念哪个比较好 然后他也不会建议说 分析给你听说 什么什么什么好 不会 他说你喜欢就好 就这样子 所以你看 不同文化 我们跟家庭的关系 是很不一样的 好 另外一个问题 来 Question 2 假如有一个两岁小孩子 两个小孩子可以走了 对不对 那前面有一个阴火火堆 那旁边有一大群人 他就这样走走走走走 走去到阴火火堆 快到了 那 旁边有一群大人 你觉得 一不该去阻止他 不要再走了 把他拉回来 一不一干 你觉得 你是在旁边的大人 你应该把他 制止住的举手 你觉得 不管他 反正他 跌倒了他自己负责的举手 一个 两个 好 那同学 你为什么觉得 要让他自己负责 那自己 摔下去 然后 第二个 头破血流 那他自己试试看 那他自己试试看 所以 小孩子 就是我们不用加 让他自己去学就可以了 蛤 看着 啊 小孩子不就常常 就这样跌下去的 你不会吗 会啊 那会啊 怎么会不会呢 那你觉得呢 摔来就整个全身交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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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边可能就是通通是 他不是通常可能就不小心跌倒了 他不是通常可能就不小心跌倒了 小孩子啊 两个岁小孩子 他可能就是走路不稳就 一声下去了 不是吗 哈哈 是啊 跌倒了又再拉起来 这边也变成那个 变成那个 变成那个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歌剧幽灵里面的那个幽灵了 好 在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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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的流域里面有一个部落 他对小孩子的教育 就是像刚才这位同学讲的 让他自己去试试看就知道了 所以他有一次就看到小孩子 一声就接到火里面 然后他才赶快救他 他最常看到的是什么 小孩子就在那边玩 大概 他身体 大概三分之一大的刀子 然后呢 这边玩的时候就 不成掉下去 哇 两只脚不见了 可是 他也看过说 妈妈看小孩子在玩 小孩子刀带他进去 没事 就把刀子夹起来 跟他出去玩 好 所以那个教小孩子的方法 在那种社会底下 就是 把小孩子当成成人看蛋 不要去教他 他自己会 他自己碰到了 他自己想办法 同样这个社会里面 是非常 要个人要个人负责的 所以呢 假如有一个孕妇 他要生产的 那他们习惯是在河中生产 现在很多 那个生产要在水里面生产的 概念是一样的 然后呢 就有一个太太 就那一天生产 那他老公刚好去城里面买东西 那在河里面要生产的时候 就一直难产 一直难产 一直叫得很大声 那在河旁边围了一群的村人在那边看 那有一个人类学家 就说 赶快去救他 那个 这样子要不然他会死啊 如果我们要帮助他 怎样怎样怎样 假如你的话你会不会救他 你会去救他的举手 你看他快死掉了 那你觉得快死了不干我的事的举手 还是 你再怎么样 还是有理由相信 不需要去救他的举手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好 为什么 你现在要不太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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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你可以发现 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吗 好吧 你同学会不要知道该怎么办吗 也不会 可是在旁边很多已经生过小孩子的女生啊 然后呢他们当时就跟这个人类学家讲的话 就是说你该去救他 这个不是你的事情 这个是他老公的事情 所以他老公可以去救他 其他人不能去救他 问题是那天老公他刚好去进城 人不在 人类学家就说 那天就 亲眼看着他死掉 你看不同的社会 对不同的行为 不同的文化 有这么不一样的看法 那哪个价值比较对 哪个比较 嗯 我们觉得应该是OK的 好 这个没有对错的问题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化过程 好 那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很多很多单位影响我们的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出生的家庭 家庭 第二个我们的同裁团体 第三个我们进入到学校里面 学校给我们那些 那些 读起来很多五四三的东西 嗯 像什么 像社会学乎 好 还有像军队 也是很重要的社会化机构 那大像台湾的男同学 可能您这个年代就已经不用当兵了 是不是 你们还要吗 也是最后一次吗 最后一次要当过九 十个月 十个月 十个月还是四个月 四个月 去那边干嘛 真的是 好 OK 那军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化的机构 就要把你变成一个军人的样子 那还有像 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监狱 监狱就是让你变成完全 完全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这个有很多社会学的实验 讲监狱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媒体 所以各位看到的那些媒体资讯 也都是影响你的思考方式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以后你们毕业以后的工作地点 所以你在哪个地方工作就影响到 你怎么去思考很多问题 好 那我们今天就只讲家庭的 后面我们下个礼拜就讲教育的 学校的 那家庭社会化上就是刚才讲的 希望成为家庭期待的样子 比方说孝顺父母 那家庭社会化要把你变成什么样子 其实有很多很多面向 很多面向 第一个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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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的 各位可能觉得家庭里面哪有宗教 是宗教的 听得懂吗 拿香拜拜就是一个宗教仪式的 或者是你跟着爸爸妈妈去教堂 这些都是宗教的 宗教社会化 透过家庭来完成 第二个 有关系 性的 性的教育 你当然都说 我性知识一定都从A片 都从那个看 网络看来的 怎么可能从家庭来的 好 可是很多 谁 听懂什么意思 他爸妈来电话来 另外一个就是 性 你的第一次来的时候 女生第一次月经来的时候 谁的教导 妈妈嘛 对不对 他们是妈妈嘛 或者是自己的姐姐 爸爸的机会 这个似乎比较少了一点 我不晓得真的是爸爸有没有过 真的有吗 真的爸爸教的吗 好 OK 爸爸会教男生上酒家 但是 他会教女生 月事来的时候要怎么办 都是妈妈教的 另外的就是像 性别 性别的社会化 在家庭很清楚 还有像另外一个就是 情感的 情感的社会化 让你用不同的表达方式 这个问一个问题 你爸爸妈妈 从小到大到大到现在 你爸爸妈妈会 抱你们亲亲的举手 抱啦或亲呀 这样子啊 会这样的举手 我看一下 我刚才看一个比例 从没有抱过你的举手 从没有抱过这样子 一个 两个 三 四个 我从没有这样子抱一下 亲亲这样子 都没有的 一二三 爸爸妈妈 包括爸爸妈妈 都没有 都没有 哇 完全不同世代 我们那个年代就是 有抱有亲的可能全班就四个人 然后呢 几乎就是 不会有这种非常 身体接触的动作 身体接触的动作几乎没有 特别是小学 小学以后 小学以后 牵手可能会啦 但是不会说 好 因为上次一个台大 老师问我这件事情 他说他也是很正经 因为他 情况也是一样 差不多 好 OK 情感的 社会化 另外一个是经济的 不是 政治的 我们的很多政治思考 政治想法 是从家庭里面 传递下来的 那最后就是 当然是经济的 好 经济 经济的部分 嗯 现在都是你们 跟家里拿钱嘛 对不对 那你爸妈 有没有跟你要求借借据啊 借借据 没有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这种经济 是不是跟 跟你在外面打工 一不一样 不一样 好 OK 那华人社会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你们觉得 华人社会里面 最重要的社会 家庭社会 是要什么东西 不实指向 好 还有呢 敬老追钱 好 还有呢 什么 好 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要礼貌 礼貌很重要 所以大家出去以后 家人都要求你 真的要有礼貌 要规矩 要规矩 对对对对 另外一个是孝道 孝道是一个华人社会 非常非常特别的 意识形态 孝道 我没有说孝道不好 我没有说没有礼貌不好 有礼貌不好 好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说 他背后有很多 很强大的力量 在运作的 好 比如像说家庭里面的归信 有没有会念的 我听听 不要多嘴 对不对 这只要听就好了 好 有没有 哪会讲这句话的举手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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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等一下 这就有什么意思 都没有用 所以生前你去奉养他 一颗小小的豆子都胜过你 死后就跟他搬一只大猪头 好 再生这条刀 再生这条刀 这也就是家里的规训 这很多规训就是这样 你要孝顺 那像 Affection 就刚才讲的猴子的 宗教祭司家里有这个举手 家里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是很华人的 在那个 基督教文明 或者那个义三教文明 里面有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意思 有等生 意思是什么 大陆迁移过来的 的男生多 还少 多爱与没有女生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 不知道 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 这还有个争议 至少我们系上的 高华老师认为说这个错 他说其实 有等双公 也很多等双公 一直过来的 好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还得奖的 高级红木 有这么多不同的 这个 起竹白亚的生主牌 大陆有没有 大陆有没有生主牌 你们家有没有 都没有 那个马来西亚有没有 不一定 不一定 看家庭 那你们是什么家庭 你们是什么家庭 国语家庭 你们是什么家庭 有没有生主牌的家庭 没有 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 都没有 都没有 你们家里面 拜拜的时候怎么办 你们家里面不拜拜吗 有还是没有 没有 基督所没有 那个呢 你呢 所以有 有 去哪里拜 在家也有 在家 但是没有这个 没有 那在家怎么办 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 可是我们也只会点击是像 是有一个像 是有一个像 是佛像吗 所以你们家 搞不好不是信仰这个的 是信仰那个 那个一贯道的 OK 反正 好OK 那个是我们宗教 那还有政治的行为 各位看一下 这个不用看了 台湾其实很重要的 这个叫省级投票的行为 省级投票 意思就是说 你是因为你的 爸爸妈妈 是哪一个省级 你就会比较 倾向于投给谁 那这个资料 是很清楚 这个在过去的 所有研究里面 甚至到现在都一样 也就是说 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是2000年中途大学的时候 那闽南人 他投给马英九的人 就100个闽南人 里面有大概39个 投给马英九 有49个 投给沈水扁 所以大概也 40比50这样子的比例 那外省 所谓的外省 就是他爸爸 他爸爸 他自己说他自己是外省人的 他投给马英九的是有74% 投给沈水扁的只有11% 听懂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 省提投票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 外省的这样子的 这个团体底下 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外省人的 这个团体底下 几乎绝大多数 都投给国民党 包括上面的这个马英九 下面这边包含了那个 宋楚瑜跟 你怎么知道 好厉害喔 张什么 张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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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他投给沈水扁的比例 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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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 所以这种省级投票的行为 就是从家里面这样子 家里面的政治上的那个社会化 而带来的 所以家庭也是很重要 比如说对政治思想的影响 在家庭里面很重要 好 除了这个语言的 母语的部分 那当然国语政策在家庭中 穿在这个时间关系就不讲了 好 这个是 大经十五年 九尾 青五话题 有没有同学 你可以 念 两行这个我给你加分 用台语念 这个语言 这个语言不太清楚 来来来 这边这边这边 这边南口张家口相继失守 好 好 ok 好这次不太清楚了 看下一个下一个 比较清楚了 来来 你只要会念两句我给你加分 随便两句 不是 不是叫你国语念 我是韩语念 你跟我诗句实在怎么很有 国语这个东西呢 你觉得你要有信心要念的来 不管你念在念座没关系我都给你加分 有没有同学志愿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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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听听听看好 你要念第几句 第一句 第一句 要七分两句好 来 来注意一下 民众当高雄之报的 这东西 本话第十四日的本天半 在高雄 地中 地中 哈哈 再来 再来 第十秒 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 定调 南调 这个调 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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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错 还不错 你想想这个语言 就在母语里面传递下来的 这个语言 假如不要在家庭传递 就变成了一个 像现在有所谓的母语教育 进入到官方的正式教育底下 其实就代表这个语言已经宽美王了 假如这个语言不进入到官方的课程底下 他表示他还有生命力 进到官方课程就表示这个已经快美了 快美了 才需要国家的力量去保存它 好 这个 那我们现在 不要说你们了 到我们这个年纪要念这个都已经很困难了 表示我们的国语政策非常成功了 民众董高雄之宝的 结党是有本国二十四日的 下午二十八 下午二十八 在高雄共同基兴了 基兴了 基兴了是什么意思 已经完成式了 完成式就已经结束了 订到情 在回到来 依然 行情挂到 叉叉是个东莞三十一年 好 我们这个年代 像我是在 上大学之前是没有讲过国语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家里没有讲台语啊 然后呢 就学校里面 老是讲国语底下的同学通通讲台语啊 所以我开始讲台语的时候 有一个香港来的同学就跑课跟我讲说 王忍王忍王忍你是不是香港来的 他觉得我讲的 讲的国语跟他的很像 真的吗 好 OK 不管如何语言也是家庭里面传承的 性别化的 对待哪里差异也是不一样的 男同学你从小到大 那你有被爸爸妈妈要求煮饭的举手 煮饭 你输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才五个而已 好 那外同学 爸爸妈妈要求你煮什么 炒炭 还有呢 煎鱼 哇 你又煎鱼哦 好 来告笑啊 我们怎么煎鱼 有一条这样子 那个 鲤鱼好了 很难讲 那你总是有个程序啊 鱼怎么煎啊 还是已经忘记了 刮什么 刮鱼片 哇 你自己刮鱼片哦 哇 太神奇了 哇 太感人了 不是去外面买了吗 你这么好的 你是在哪里买的 澳门 澳门 你是澳门来的 好 同学 你会煎鱼吗 会顾鱼 会顾鱼 会顾着鱼不要交掉 昆德 你同学 你爸爸妈妈从小到大 从没有叫你煮过饭的 举手 从没有叫你煮过饭的 一二三四五六 好 后面那你同学 所以通没有叫你煮过饭 对不对 那你会不会煮 会还是不会 不会 隔壁你同学 你会不会煎鱼 会 那煎鱼 地盘步骤是怎样 把细菱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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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 用柠檬 用柠檬 对啊 要去腥味啊 去腥味 然后接下来 你们做的是哪一道菜啊 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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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先用柠檬去去腥 然后接下来呢 啊然后火 那个你是用平底锅 还是用那个 所谓的一般的 哇 炒菜锅 还是用平底锅煎 平底锅 好啊 ok 啊那个油要几分几分热 感觉 好 这真是自己有做过 用感觉的意思 就表示他真的做过 要不然假如视频说 啊 放两汤匙的油加多少 那就是菜谱里面出来的 不是菜谱啊 那个食谱里面出来的 好 对但哪里的差异真的很不一样 像我姐姐 从五岁就开始煮饭 她说她小时候还记得 那个瓦斯炉这么高 再加上 那锅子 炒菜锅这么高 所以她必须拿一个小板凳来 站上去 这样子炒菜 好 可是我们家的男孩子 没有一个会做饭的 这是我们这个年代 你们这个年代可能 嗯 我看起来好像有个炒菜锅嘛 对不对 对啊 他随便问两个做 煮过饭的 煎鱼都不会煎 他都只会故意 不会煎鱼 好 OK 不性别上的 剩下部分 我们下个礼拜再花15分 讲完 我们先就下个十分 然后再分手讨论 剩下部分 我们下个三段讨论 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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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